哈喽大家好我是飞吧我现在是在泰国曼谷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曼谷枪击案的最新进展 现在呢泰国警方已经抓捕了跟本案有关的三名嫌疑人 而且在这个三名嫌疑人的家中呢搜出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那么我们上次的节目也说过啊 我这个14岁的少年他背后会不会有指使的人呢 有没有组织呢 所以呢现在泰国警方已经抓捕了啊这三名嫌疑人 而且当时在事发之前的这三名嫌疑人呢跟这个呃 跟这个煮饭呢有过童话记录啊 那么现在案件的呃后续发展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审理啊 那么现在这个这起事件的造成中国公民一死一伤啊 啊我们这个死者呢遇难的同胞呢 他是一位34岁的母亲啊 他还有有两个五岁的双胞胎的姐妹 那么这两位呃双胞胎的姐妹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我需要我觉得需要我们大量的呃中国人去支持他去资助他们啊 那么同时遇难呢 还有一位缅甸籍的一个女性啊 他当时是在这个泰国上班 然后呢呃当时去给家里打钱 因为他每个月需要给家里打一万泰主 就是两千人民币 那么他当时那么他现在也已经遇难了啊 那么现在泰国当地的这个公司呢 已经决定每个月还继续会给他们家里啊打这个啊两呃一万泰主啊 那么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那么其实呃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赛塔也是刚刚上任到泰国的总理 那么他上任的第一步呢就是啊就是对中国免签了啊 这个政策本来是非常好的 因为每个进入泰国旅游的人呢 可以省两千泰主的这个签证费啊 对每个想要来泰国旅游的中国人呢是非常友好的 那么现在这起事件呢 对泰国的旅游业就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本来现在因为这个啊 我们都知道前段时间棉被的这个诈骗案造成了很多中国人不敢出来旅游啊 那么现在这起的枪击事件呢 呃又更更加重了中国人不敢来泰国的一种心理啊 那么现在呃那我想说的是 其实泰国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国家 而且大多数的泰国人都很善良 那么那么肯定在这这么多好人当中肯定有一些坏人啊 那这呃那那么这起枪击事件呢 确实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提了一个醒啊 在不论去呃哪里呢都有一种安全意识 这起事件呢也暴露出了泰国对枪支管理的一些啊管理混乱啊 那首先呢这14岁的少年他怎么会得到枪支呢 啊据传的在泰国在网上就可以啊买枪 而且买枪可以打折啊 那这样的这种管理的混乱的情况下 那肯定会出现很多这种枪击事件就非常非常频繁了 所以呢下一步泰国政府啊 这个赛塔他需要啊对这个枪支的啊合理的使用啊 需要有规范的这种规则出来 不然的话那么多呃非法吃枪的人随时就会对身边的人造成威胁啊 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来泰国旅游的人在在泰国生活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飞吧在泰国再见